一说起酸菜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那么其实对于酸菜 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长期吃酸菜 会有一定的致癌风险 那么这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酸菜是一种特色美食 在我国东北分布比较广泛 所以东北地区的人们 到了每年冬天 都要腌制一缸酸菜 并且在当地很多美食 都要用到酸菜制作 这才给美食赋予了灵魂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酸菜饺子 我们正常的饺子 一般都是鲜肉或者韭菜的 但东北特色酸菜 也是能包饺子的 而且据说味道非常不错 其实关于酸菜 在早前就有过记载了 现在的酸菜 也不光是东北地区的专属了 在我国的西南地区 也有很多人吃酸菜 其实对于酸菜的起源是这样的 在以前人们都没有冰箱 所以储存食物就成了问题 所以说 一开始人们为了让食物可以长期储存 才发明了腌制蔬菜的方法 但就在腌制的过程中 人们无意之中发现了 被腌制的蔬菜味道还可以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腌制各种蔬菜 逐渐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 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在很早以前 世界卫生组织 就已经把腌制的酸菜列入致癌物中 并且很多专家也都表示酸菜会致癌 这样的言论已经流出 就连已经吃了几十年酸菜的大妈们 都吓得不敢接触酸菜了 那么酸菜致癌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酸菜那些事 如果想要知道酸菜到底会不会致癌 那还是要实践出针织 此前就有专家做过相关的实验 首先这位专家准备拿小白鼠做实验 通过将酸菜浓缩注入到小白鼠体内 观察小白鼠体内的彼安滑 那么经过长达两年的持续注射之后 专家们将小白鼠解剖研究 最终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 小白鼠的食道确实出现了增生现象 并且还真有癌症前的病变预兆 之后专家们转头看向酸菜 研究其中到底是什么引发的致癌 经过专家们的不懈努力 最后也是确定为亚硝酸盐 虽然它的名字中有一个盐字 但它和我们的食用盐却相差甚远 亚硝酸盐是一种含有剧毒的物质 只需要三克就可以致死 那么其实早在五年前 亚硝酸盐就已经被列入到二位类致癌物中 但是这时候就会有人问了 为什么酸菜中也含有亚硝酸盐 却很多人吃了都没事呢 其实这个和酸菜腌制的时间 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根据专家实验可以看出 腌制了半个月的白菜 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来到了顶点 那么腌制一个月的 其中的亚硝酸盐已经下降很多 这个含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再过十天到了四十天的时候 酸菜中含有的亚硝酸盐就完全没问题了 大家可以放心地食用 这种酸菜吃下去 对身体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那么其实酸菜不光是一种下饭咸菜 酸菜中是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的 很多酸菜都是由绿叶蔬菜腌制而来的 所以其中含有不少的营养 而且酸菜还有着很好的开胃效果 这就要提到酸菜中的有基酸了 有基酸中的乳酸物质 可以很好的刺激肠胃蠕动 从而增强你的食欲和胃口 并且在饭后吃酸菜的话 酸菜可以通过刺激你的肠胃 可以很好的促进消化 以及肠胃对食物的吸收功能 再往下看 酸菜还可以有效解决便秘的症状 因为酸菜也属于绿叶蔬菜 绿叶蔬菜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这种物质用来解决便秘最好不过了 那么除了消化方面 适当的吃酸菜还对中枢神经有一定好处 因为酸菜中含有铜元素 铜元素是让人体所需的一种微量元素 这种元素直接关系到神经中枢的生长 所以说适当的补充铜元素 对神经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样看来 其实酸菜的好处还是挺多的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虽然说酸菜好吃 那么大家也不能吃太多 其实对于各种食物都是这样的 即便好吃也要讲究一个适量 如果一次吃太多 肯定会给肠胃带来很大的压力 最终导致肠胃上的疾病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酸菜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留言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捧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